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總共買了2000個碗上 2009 是Touch開業以來 全球最大客戶 簡單比複雜還複雜 因為簡單的思考 是最重要你要改變你的DNA 就是改變你的思考模式 謝謝你們 我是今天看板人物謝偵德 那麼 蘋果創辦人賈博士曾經說過 Only crazy men can change the world 只有瘋子才能改變世界 我當然沒辦法改變世界 不過呢 我是Made in Taiwan的瘋子 經營萊斯達就是 用瘋子的方式在經營 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謝謝 一起來歡迎萊斯達全球鳳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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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有來賓好 介紹說我是 Made in Taiwan的瘋子 對 害我走過來差點要說 歡迎瘋子 謝謝 謝謝 請 我們來賓說請是一點都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我歡迎他來 可是這椅子呢 是他家的 謝謝 謝謝 今天還帶椅子來讓我坐 謝謝 這也是空前絕後 可見他說他自己是瘋子 是有一點對 對 真的是 真的 從預告播出以來 其實觀眾就會非常好奇 50歲耶 一無所有 我一無所有不精確 因為一無所有之外還負債 對 那50歲這個年紀 我想很多人有體會 對 因為大家嘴巴都很喜歡嚷著嚷著 對 準備退休了 我要提早退休 是 所以你人生在50歲跌到了 古底 B18 18層地獄 對 你怎麼可以之後然後翻轉 然後建立了全球23家控股公司的集團 是 我就直接說亡國好了 是 你那個時候為什麼會讓自己這麼慘 50歲歸零 我第一次八年來 我應該是第一次訪問到 坐在對面這樣一位來賓 謝謝 這個說來慚愧啦 沒有沒有 因為 當時 我跟迪士尼簽了合約 那 除了可以賣迪士尼的各種家具以外 同時也拿到了他的可以開迪士尼店 迪士尼店在全球都有 台灣沒有 那 所以我就在市裡開了一個滴滴堡 非常的這個成功 轟動 轟動 那麼就有人 來找我 共同投資在大幅 也開個大幅滴滴堡 當時當然就很自已為了不起 所以就真的去幹了 剛好遇到景氣的問題 然後就是這個地點 是真的錯了 然後就是當時的市長陳水扁 他掃蕩電丸 掃蕩電丸 掃蕩電丸 剛好我們最大的收入 就是兒童抑制電丸 所以也全部被掃蕩 那我剛剛講那個原因 其實我事後來看這整個case 我覺得其實是我個人 本身患的最大的錯誤 我自以為自己很聰明 我自以為自己很能幹 我自以為我有通天的本事 事實上那個地方是 基本上全部違建 可是我卻可以在陳市長 當市長 陳市夢當副市長的時候把它蓋起來 這個真的是crazy的事情 可是因為太致富了 所以一個瘋狗浪來 就是沒有預想到的浪打上來 就馬上淹死了 不過我感覺很深的反省 尤其是全面的自我檢討 可能就是下一次起高樓 很深很深的地基 你有一點回答我的問題 你到美國只剩一個員工嗎 對 今天這個員工就是我們公司的董事長 那時候真的是想一了百了 可是骨子裡面就是還有一股這個 怎麼會這樣 我就不服氣 我就認為說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常常會有美國式的那種 那種口語 很不好聽的口語 就會講出來說 What the f*** I shouldn't be that I shouldn't be like that 所以我就說好吧 我就死中求火 所以這個風消消息異水寒 壯士一去去不復反 死了就算了 從頭開始 失敗的人今天海內外華人觀眾 看了這集都會想問你 謝先生 謝先生 是 你有這個心智 但是你用什麼做法 重新翻轉你的命運呢 這個真的是神來之筆 因為這個就好像說 卡迪亞用報紙做他的代言 那很多fashion的公司 這個世界品牌的服飾公司 就用模特兒 那賣超跑一定要用娜妹 那他這個很多也很慫 那你賣沙發到底要用什麼 那百年來坦白講沙發就是沙發 沒有所謂什麼代言的 那我們當時就跟行銷長出了這樣的點子 就是其實這個廣告的主體是貓 而不是披沙發 這個用意只有很簡單 當紙面廣告出來的時候 你的眼睛會不會停留下來 通常是就一翻就過 一翻就過 那所有的人幾乎百分之百 看到這個都會停下來 就是等於吸睛了 那麼他們用美國式的講法就是 What the f*** to do with this 就是說這什麼鳥跟什麼鳥 一隻貓跟沙皮沙發有什麼關係 但是最重要的底線還是在上面那個 為什麼用紅色標出來 因為當時的市價是一千塊 那所以呢 那是不是比較Dominion 也是義大利人的皮沙發 對 當時天下是義大利人的 所以499 是你的半價再減一塊 對 問題不在這裡 問題是去買一隻貓 要500塊美金 這一隻貓 然後如果你500塊的話 你是要買這隻貓 還是要買一套全皮的沙發 所以這個影響力大到不可思議 就是我們第一年就賣了超過10萬張 那你可能不知道10萬張是什麼意思 那你給我們一個數字做對照給你 10萬張大概就是台灣賣3年的所有的 全台灣 全台灣 10萬張 10萬套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皮沙發公司 叫Natuji 台灣也有店 它一年的出貨量都不到10萬套 我們卻可以只賣一套 像可口可樂 只賣一個顏色 每年3月是全球商貿的黃金時間 在廣州這座佔地75萬坪 全球前十大的家具盛會 匯聚了4000多個家具品牌 中國南方最富庶的陽城 儼然是全球家具商的兵家必爭之地 一席白色中山莊來斯達Lifestyle創辦人謝偵德走在會場 格外搶眼 面對低頭細細比價的經銷商 謝偵德總有自信 讓走進來的人 放下手上電腦 坐下來 談合作 你知道嗎 你現在給其他人的費用多少錢 200元 對 因為事業的費用 我們在談論 99萬 光是沙發一年對美國發貨量至少40萬套 營業額上充45億台幣 曾是謝偵德在美國的合作商James 難忘他的狂人行銷 語氣中透露出著迷 你可以去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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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認識我 他們可能不認識他 但他們也認識他 我希望他50% 因為我認識他不可能 但如果說 我希望他15% 他必須要花15% 但他永遠都說不 永遠 永遠 對訂單不說NO 就得打破常規 把死板板的傳統產業變法 問謝偵德怎麼做到的 他帶我們到大陸杭州的工廠 一虧橫掃歐美家具市場的獨門武功 我們可以用幾乎是50%的成本 而且我們還要賺更多的錢 因為當我們用一個顏色的話 對生產製造工廠來講 生產的速度也最快 然後它的這個出錯的機率也最小 然後它的交過會最準時 正常的商業模式 是做好沙發再訂價 但強調便便便的謝偵德 選擇逆向操作 先決定了價格 再做沙發 一批只賣一種顏色款式 成本壓到最低 開出的價格更是市場的一半不到 他開始要賣三個ス uh $599 他已經有變成$599 回合當然有讓他一樣 後來那天 當時, Italy 成本首售壹餐售的這場 是10九十最大 所以在市場上 形成形成形成為 在不同的方向 Mr. Shea was instrumental into making that shift 用破壞價格創新 站穩了歐美家居市場 但怎麼運作下去 謝真的腦袋轉一轉 想到了一套生存之道 我在中南美洲當然找 中南美洲的人當我的partner 我到了黎巴嫩 我當然找阿拉伯人 來當我的partner 不然打不起來的 在異鄉打仗 請當地人帶路絕對最快 共好模式是他全球 23個分公司的控股原則 各國拿到49%股份的夥伴 轉越多分得越多 企圖心甚至超越了謝偵德 這10年LIFESTYLE 是全美成長率最高的家具公司 我剛認識了Mr. Shea 他對我來說是 Danny 我會成為你 澳大利亞的工具 他仍然說這個 他仍然想到今天 最近我被推薦 成為主席 成為主席 主席 和這次的公司 我們在俄羅斯 在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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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俄羅斯 在俄羅斯 在俄羅斯 我們在俄羅斯 在俄羅斯 上海 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 寸土寸金的經貿大城 創辦人謝偵德 2013年 在近千個品牌林立的家具村 砸下一億台幣 創建三層樓 3600坪的全球展示中心 這個中國第三大家具出口商 設立回防亞洲的戰地碉堡 正式俄羅 萊斯達 進軍 華人市場 我們這一套 從399賣 賣到最後299 幾乎是統一全球 我們一年的量 可以賣將近10萬套 一個月賣1萬套 不要忘了 我出來賣以前 美國整個國家 一年賣1000套 我就用馬來西亞的一個櫻木 叫羅網 那麼它油漆起來 跟它的質感 看起來就很像Cherry 看起來就是跟Cherry一模一樣 在美國創下了不敗的銷售奇蹟 先不進攻金字塔頂端 古靈金怪的謝偵德 握緊原有的價格優勢 趁勝追擊 攻佔內銷市場戰略 從賣一組沙發 一套床具 到整體的居家概念 你有主臥房 然後你有一個客廳 然後你有一些櫃子擺設 看得到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買這個package 整個不知道你家 That's the way I want 就是我就是要這樣 我們賣的是my package my concept 和瑞典家具品牌做區隔 謝偵德鎖定40歲以上 買房的中產階級 要在滿天星星的中國家具業中 成為一輪名月 50歲才從美國 重新翻身的謝偵德 憑藉大膽獨到的做法 短短20年在全球家具市場 掀起了驚討海浪 現在70歲的他不受年齡置固 在人生後半場的後半場 準備布局亞洲的下一場聖戰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有個照片 這個是他曾經跑到那個 紫禁城的太廟去辦展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你告訴我們觀眾 這三天你硬是要辦一個獨家的家具展 然後總開銷三天燒掉台幣一億 為什麼獨家家具展 在你那個時候你就覺得非常有必要 我們從2007年開始 就決定說要單獨來辦展覽 單獨辦展覽的最大問題是說 誰來看你啊 只有一家 然後為什麼會為你一家公司 專門來說參觀你 所以這是你選太廟的原因 選太廟是因為我們在美國 連續做了三年以後 我就一直思考說 下一個要在什麼地方 我美國蓋了一個紫禁城 所以連續三年 2007 2008 2009 都在我們高點的 我們的展示中心 就是紫禁城展覽 我就想說 第四年要在什麼地方 長話短說最後就是說 乾脆我們既然是紫禁城品牌 就乾脆進去紫禁城 那你這台幣1億你招待他們 我們講Per Person 你還記得那開銷有多高 這個很簡單 大概邀請500位全球的客戶 他們的來回機票商務艙的 然後住在李嘉誠蓋的 在長安東路上的 Grand Hyatt 這個當時發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Grand Hyatt以為我們是全球十大公司 因為我們那筆訂單是 總共買了2000個晚上 2009 是他開業以來全球最大客戶 他就想說到底 這個Lifestyle是什麼公司 我跟他講說 我們是十萬分之一的公司 不是十大公司 然後因為他怕我們是詐騙集團 所以我價格把它從每個晚上299塊 殺到99塊 但是他要求複線 他的房間總共只有 大概650個房間 我一個晚上把它租掉400個房間 所以他等於整座酒店 就被我們在那4天包下來這樣 好 我覺得現在這不是高潮 高潮是這個合台幣1億的三天掌完了以後 訂單掛鈴 對對對 然後你看Mr.Shay還是笑得很開心 因為掛鈴可能在他意料中 所以你要的效益是什麼 今天我是第一次真的透露秘密 執行人是什麼 你如果問你說 你認為美國是什麼 你想到可口可樂 你可能想到自由女神 想到白宮 那請問中國呢 你可能想到萬里長城 你就可能想到紫禁城 因為現在全球有60%的家具出口 是在中國 所以反正我們就是要讓所有的人 查旗子我就是紫禁城 好 所以當時的挑戰大到不能想像就是說 因為紫禁城9990個房間 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擺家具 就是太廟 其他的太和公 綜合店什麼的都很小 怎麼把600年來太廟的門打開 這個挑戰太大了 我們要整理一下 因為觀眾朋友如果在故事裡面 在這些海報啊 看到各種他出招的手法 我就會有點瑕疵摸相 覺得說就是這樣做就成功了嘛 但是我們有一個三部 應該叫三無其實是創辦人 他後來這一條路越走越寬的一個原因 那這也是一般人做生意裡面 可能認為的一個奇招 是 這三無是 無負債 無庫存 無應收賬款 零負債我訪問過來賓 他也是他從來不跟銀行借貸 可是請問零庫存跟沒有應收賬款 你把握什麼生意原則才做得到 這個背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一定要先有能力去打造一個平台 那麼這個平台上面就是讓買賣雙方 買就是buyer 就是store 賣就是製造商 可以在我們打造的Lifestyle這個平台上面 各取所需 各取所得 然後很重要一個key就是 這個平台是超級的簡單 兩邊在我們的平台上玩的時候 玩得很爽 玩得很愉快 什麼叫做玩得很爽 就是這個店家來可以買到他想要買的產品 可以買到他願意付出的價錢 然後他買回去了以後可以賣得掉 最重要的是可以賺錢 供應商也是這樣 他的產品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賣出去 然後他足夠的生產量 然後他會賺錢 那bottom mind追根究底就是說 兩端一定要會賺錢 那你如果可以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平台打造出來以後 你當然不需要 因為你一手收錢一手繳錢 所以你根本沒有cash flow 就是沒有資金的問題 那你因為這樣的強勢的平台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庫存 所有的庫存全部在你的這個 代工廠裡面 那你也不要因收亂傳 為什麼 因為你跟客戶開的條件很簡單 就是cash 如果沒有現金來我就不出貨 好 川普人這個黑沙發 只賣黑沙發 他有他的戰術原理在 然後他的戰略目標 就是從這樣的做法 達到這個萊斯達現在全球的全效益 一個黑沙發現在全球二三個控股公司 是同樣一個 幾乎是同樣一個戰術做法 謝謝 其實我非常的受到這個 像可口可樂這樣的公司 就是一款產品風行全球 他沒有所謂德國的可樂 或者是俄羅斯的可樂 他就是可樂 你就喝就是喝他這個可樂 所以我就一直想說 如果賈博士有本事推出iPhone 可以翻轉全球 為什麼我們不能推出一套物超所值的 讓你非買不可的這個皮沙發呢 那觀眾會說 哎呀 那只是低價 不是 不是 事實上我們那個價錢是高貴的品質 這個可以付得起的價格 就是高貴不貴 然後因為這樣的大賣特賣 破壞性創新 就產生了那所謂的這種 邊際效應 黑洞效應 各種效應 它的反應回來的是不可思議的 那如果我是buyer的話 我可以追加嗎 還是說 我推出我這個單一黑沙發 對不起 比方說我是你buyer 你就是這麼多借 因為使得你這個平台去跟 你的上游製造商取貨的時候 也就是這麼多借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回答 就是我們大概全球有400個主要的客戶 因為我們只賣貨櫃 那麼400個客戶裡面大概只有一個 就專門來貪圖便宜 你這個便宜就買你這一個 其他400個 就全部順便你有展的東西 就全部跟你買 所以你這個其實是賠錢的 但是你從其他方面賺錢 他也跟你買得很happy 你也賣得很happy 所以我們的 像我們這樣的marketing行銷公司家具 在全球幾乎沒有第二家 而且我們的毛利也是 比我們任何人能想像的還高 觀眾朋友你聽懂了嗎 今天我們一一拆解 50歲之後叢林翻轉的生命法則 這個裡面您說您做這個全球的生意 我們講家具 還有一個法則叫為快不破 這我好像看武俠小說 看過這四個字 就是說在你推出一個產品 怎麼樣讓它很快的來得到市場的反應 並且讓它可以就是連鎖反應 就好像原子彈的荷環一樣 那我們的一個思考模式 就是賈博士的簡單 百年來的家具業是因為它保守封閉 這個愚昧 家具是一個很笨的一個行業 所以他們就是一代一代都用傳統保守的方式 我們就用所謂的WHW把它顛覆掉 What item 什麼樣的產品 What price 要賣什麼樣的價錢 How many 可以賣多少量 When to the market When you need it 什麼時候你需要它 最重要就是一個What item 我舉例 iPhone 6 好 我就是推出iPhone 6 價錢我說了算 賈博士說了算 然後要賣多少支 它還沒開始賣 郭台銘先生已經在生產線 這個生產好準備出貨了 我就推出一個產品 你就只有一個選擇 我決定產品 我決定價錢 你來決定你買不買 所以您的意思說 其實簡單 Simplicity 才能夠做到這個方式 是 只有用簡單才能突破這個方式 不過不要忘了 賈博士講什麼 簡單比複雜還複雜 因為簡單的思考 是最重要你要改變你的DNA 就是改變你的思考模式 所以思考是最難的 然後這個裡面還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在萊斯達整個集團裡面 你們有前十大產品 這前十大不是這十大 是前面十個產品 佔了萊斯達全球營業額 我舉2015來說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我們用策略系思考 讓觀眾理解 怎麼做到的 這事實上就是 非常簡單的一個叫 80 20 rule 就是包括LV也一樣 它可能有三千款產品 可是你走在路上 你看到拿LV包的 就是那差不多十個 它事實上也是 它的百分之八十的收入跟利潤 是來自於那百分之二十的產品 其他都是綠葉配紅花 紅花就是那麼幾朵 才能出色 你如果滿片紅花 就沒什麼了不起 所以這其實就是思考 你必須要真的去思考 然後就是說 原來如此 其實很簡單 我其實都有分這個 像這個是以黃色系列為主 然後到了這邊 當然就是藍色的為主 你可以看出來 這邊基本上是藍色的 都是很活潑 很花俏的 你看褲子的顏色 大概也沒有人像我 粉紅色 黃色 橘色 綠色 我們來看下面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也是非常反映 Mr.Shay 這如果在大陸或在華北 那我就不秀這個照片了 藍藍你跟大家分享 這個時間地點在哪裡 這個我坦白講 我這個已經 坦白講了 已經有老人癡呆了 我真的忘了 在台北 在台北 但是我忘了我是在哪一天 因為我那個背的那個包包 可能五年來從來沒有背過 就是這一次背 其實那就是真實的我 但如果別人看怎麼看我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這樣看的 因為我是一個幾乎是已經 這是我的追求目標 就是自由自在如去如來 這是心經的 觀自在菩薩如來佛 金剛經的就是因無所住 而生其心 那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很確實的知道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那你就是要這個 這個fair and share give and take fair and share 公平 公正 公開 give and take 就是先給 再拿 那一般台灣人的方式是說 哎唷 方夏姐你好好努力的幹 如果你達成這個目標的話 我就會給你什麼獎賞 那我的方式完全顛覆 就是我從不講這個 我就先給你 就是你還沒做任何事情 我就先把天下給你 就是這個天下給你 然後你不要拿錢出來 你就是老闆 然後你自己去開創你的天下 走進來斯達創辦人 謝貞德的個人更衣室 我其實都有分這個 像這個是以黃色系列為主 然後到了這邊 當然就是藍色的為主 你可以看出來這邊 基本上是藍色的 平常休閒穿的襯衫 普羅衫什麼顏色款式都有 鮮黃色還掛出了一個色系 真的不多見 轉個彎這頭更是花俏亮眼 都是很活潑 很花俏的 那你看褲子的顏色 大概也沒有人像我 粉紅色 黃色 橘色 綠色 十多個衣櫃 有皮衣 格子大衣 或是嘻哈T恤 但放眼一看 就是沒有領帶黑西裝 誰說大老闆就得西裝筆挺 謝貞德從衣著就拒絕傳統 就像看板鏡頭跟著謝貞德西進 除了招牌中山莊之外 彈身意進工廠 他照樣是一身進裝 這像是種手段 如同孔雀開屏 看似吸引目光 其實更要正折敵手 展現與眾不同 而不只穿著 手錶也是謝貞德的得意收藏 我以前是差不多每一個禮拜 要這個心如明鏡台 然後旗女擦拭這樣 喜歡收集美麗的東西 700支不同款的錶 琳琅滿目 但謝貞德卻從不戴在手上 這個是真傳 這是伯爵錶的滿天心 那這個是全部的滿天心水晶 外行的一看覺得說反而 搞不好這個比較更亮呢 經營傳統的家具產業 想脫穎而出 謝貞德隨時提醒自己 每次出手就得做別人 沒做過的 你看這個裡面那個 那隻鳥還可以跑來跑去的 就像水晶錶不比鑽櫃 但更有創意設計 謝貞德挖空心思 要讓顧客拿到水晶比鑽石開心 比如說一套沙發 每個人都有 如果怎麼賣呢 謝貞德先生就會想 沙發不能賣 那我來送東西 一套沙發 我送一套咖啡桌 他出其自身 他不會拒泥在說 我只賣這個東西 家具是死的 可是人是活的 80年代 謝貞德家族經營台灣最大的 家具外銷公司 年營收達到20億台幣 站在封頂的他 不滿足 正巧看到了美國迪士尼的成功 便轉了腦袋 開創了綜合型賣場 滴滴堡拼搏一番 所以現在你們看到左邊的 都還是城堡的造型 回想一下這是 將近25年前 大湖公園旁的便利商店 還留有銅化城堡的蹤跡 許多老台北人可能還記得 90年代 宣騰一時的大湖滴滴堡 是謝貞德打造的王國 當年還請來米奇米尼 從美國跨海站台 但風光開幕不到兩年 卻慘敗關門 那年謝貞德已經50歲 全面掃蕩電動玩具 結果那個電動玩具 我們有那一棟400瓶 本來要做電動玩具的 結果沒辦法做 當時我跟親朋好友 借了很多錢來貼補 很大的教訓 幾乎家破人 自以為是啦 OK 犯了天大的錯誤 尋著斷源殘壁 外露的水泥痕跡 一道道都是隔在 謝貞德心頭的刀疤 一手催生的童話巨人 居然重重反擊自己 連公司也賠了進去 你當一家公司的幸運 reputation有問題之後 你很難很難去得到 場上的現任 我們空有一對訂單 我還記得當時在 快結束的時候 我手上訂單 將近幾百萬美金 可是你下不出去 你冷靜下來以後 你再看說 在棋盤上 也就是在戰場上 你怎麼樣布局 下圍棋是謝貞德從小的興趣 白子黑子 在同樣大小的方格上 鬥智鬥心 越是圍棋 就越得靜下心來 原來是黑棋包圍白棋 你這一改變變成 現在白棋包圍都是黑棋 所以市局是隨時在改變 滴滴堡失敗 讓他負債破億離開台灣 當每個人都認為 謝貞德全盤皆輸 他卻瞧瞧挪移 黑白棋子 端出一次次瘋狂的創意 選擇在當年最多客戶的美國 東山再起 現在70歲的回想起來 人生就是這樣很有意思嘛 就是說沒有永遠的順境嘛 如果用栽根斗比喻人生逆境 那麼謝貞德絕對曾經掉進萬丈深淵 在他淡水住家 助立了上百尊的佛像 謝貞德花了40年 從世界各地搜起來 常辦清燈古佛 他說面對事業的潮起潮落 更加自在 從台灣家具代工業者 到美國家具平台供應商 謝貞德唯一不變的事 趕做大夢 擁抱過失敗 年過半百負債破億 倉皇的遠走他鄉 20年後 謝貞德華麗轉身 以年收入近80億之資 再度回到故鄉 繼續撰寫這場 未完待續的王子復仇記 觀眾朋友會好奇 那Mr.Shay 是不是閒著金湯池出身 無憂慮長大 所以他五歲的時候就上父了 您五歲的時候 父親就已經離開你 對 五歲我爸爸往生 對 那對父親的印象很大 沒有了 幾乎沒有了 對 那你母親很了不起 沒有 不敢 也是曾經當選過 世界審議員謝許英女士 這個成長經驗 對於你人生的影響 或者幫助是什麼 當然 他33歲守寡 然後最後是當上檢察委員 然後沒有背景 然後可以當世界審議員 再當到監察委員 他的綽號就是彰化的馬祖婆 所以彰化的馬祖婆 本來我是想要繼承他的志業 結果就是天不寵人怨 所以我只好衝傷 那他對我的影響就是那種 馬祖婆那種慈悲為懷 普渡眾生 所以我真的不是一個生意人 我也不是真的 真正的了不起的商人 或者企業家 在我這本書裡面 事實上 我的重新思考 要傳達的是思考 就是想像思考 重新思考 是一本哲學的書 我希望我往生了以後 我的墨碑寫的是說 躺在這下面的人 是一個慈善家 所以我創辦了三家基金會 但是我覺得您的個性 個人性上一定有一些特質 是在你一無所有的時候 別人願意信任Mr.Shay 我舉個例子 你那時候剩下一個員工 對 他也算了不起 好你就剩一個員工 然後你回頭到美國去找 其實你的最大客戶 沒有錯 以前跟你下攤的 James Riddle 然後這個人本身非常成功 你在你這麼困窘的情況下 你竟然敢開口 請他當你的執行長 然後結論是他遊說成功了 對 Mr.Riddle也答應了 為什麼 你回首 你覺得他看到你什麼性格特質 OK 好 我用這樣的方式來回答 最近台積電張忠某說要退休 人家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老退 因為大部分的企業創辦者 很少老退的 都還會插手這個 影響力 所以張忠某董事長說了一句話 The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老兵不死 只是漸漸刁你 這句話剛好就是二次大戰後 麥克阿帥 將軍 講的話 那我們那個James Riddle 他就是一個麥克阿帥型的 他是個 soldier real soldier 他是一個軍人 只有暫死在沙場上 所以你要去說服一個軍人 就是要讓他提供一個沙場 可以讓他暫死的 所以我就去跟他講一句話很簡單而已 我說James Please come and send me 救救我 我要打這場戰爭 我一兵一組都沒有 所以你就跳下來吧 所以你的困難變成他 充滿誘惑的挑戰 沒有錯 沒有錯 他每年都跟我講說 老謝我今年要退休了 連續講15年了 他是不會退休的 除非你開組他 所以他是一個就是暫死沙場的人 還有一個我們來看他在全球布局裡面 就是這個控股公司 23個控股公司裡面 15位全球合夥人 其中一位台灣人 然後他們跟您所分享的是 51 49的合作基礎 是 對 這個當然 坦白講是我個人 可以很傲慢的說是我發明的 或者驕傲的說 因為這個5149 背後長的是一個叫做80 20 就是我跟你合夥 我是51% 你49% 可是大家在分配利潤的時候 你分了80% 我分了20% 這個不是一個企業的經營模式 這個是一個叫做人性 叫做大自然的模式 叫做叢林法則 叫做商業法則 就是 商業法則很簡單 就是有利可圖 你就是要創造一個有利可圖 給49%的這個partner 有一個可以他 百分之百他掌握 他只有49% 事實上他是不出錢的 他一年內就把那個49%拿回去了 所以他不出錢 但是他不出錢 擁有49% 擁有100%的經營權 有人能想像說 我已經16年沒有用手機 我創辦這個5149 12年 我12年來 我現在是18個5149的partner 我從沒有給這18個人打過一通電話 12年來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打過他們 因為這個模式不是一個企業的模式 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性的大自然的模式 最難的在哪裡 是挑對人嗎 挑對人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玻璃也可以變鑽石 當你如果提供一個舞台 給任何一個人 事實上他自己會自我改造的 那麼他自己自我改造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你一定要全部的放下 你一定要捨得 你如果不能這樣想 或者身體力行的話 你是請問有誰願意跟你5149 然後他只拿20%的 不可能嗎 所以不可能的結果是變成 有18個人替你賺20% 他賺80% 我28乘以18是360%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講起來是就這麼簡單 不簡單 因為他存乎一心的思考 謝謝老師我問你 我們把50歲當作一個關口 50歲以前其實 你看後來你公司 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再經營了 這位受訪者你的老朋友說 他手上有百萬美金的訂單 可是他下不到廠商那裡去 所以你50歲以前 你一定累積了很多財富 50歲以後你重新建立了一個 全球的平台 簡單講也很多人因為你獲得他想望的成功 人生當中當我們看到德的時候 他另一面一定有詩 既然你這麼自在 有的時候來賓在我對面 有的人不太願意談德語詩的詩 是 Anything you feel lost in your life so far 那個詩是什麼 這個往事不堪回首 那個詩是幾乎家破人亡 那我太太已經往生了 所以我稍微可以談一下 她當時已經跟我離婚書都簽好了 那麼就只差最後一個動作沒做 就是我就回去美國 所以沒有跟她去附政事務所辦這個手續 事實上也是她在後面 持續不斷的來支持我 然後讓我也真的可以有這個勇氣跟意志 就是在過去的20年那麼重建整個江山 所以事實上最後的最大的工程 事實上是我的太太 Invisible 一個看不見的人 一個偉大的女性 所以詩跟德現在來看 那以前詩的算是 It's all gone 我們2016年公司最高收入的那個人 是拿了6200萬台幣 去年最高收入是拿了8300萬台幣 請問台灣有誰要相信 能讓一個partner或者一個員工 賺這麼多的錢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想請問往前看 你覺得你對於萊斯達整個集團 你還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望沒有 為什麼回到台灣上櫃 很重要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我認為台灣的中小企業傳產 如果我們萊斯達 這麼小的一個落後的家具產業 可以這樣 國際化自由品牌 沒有理由台灣的企業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也賺了很多的錢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這樣的一個賺錢的模式 可以就5149 8020 也可以真的在台灣的企業中落實 當然我們遭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有一個動機是因為 我過去五年來 我想要講的是幾乎不可能被接受 我舉個例子 我們2016年公司最高收入的那個人 是拿了6200萬台幣 去年最高收入是拿了8300萬台幣 請問台灣有誰要相信 我們一家萊斯達 股本3億 營業額80億的公司 卻能讓一個partner 或者一個員工賺這麼多的錢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也沒有人要相信 那這個是我沒有辦法突破 就是我們明明就是如此 可是就是沒有人要相信 你相信嗎 沒有人要相信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為什麼後來決定寫這本書 那為什麼我決定用重新思考 就是說不管個人 不管公司 假如有機會 可以去思考 然後可以去重新思考 可以去逆向思考的話 很多事情都可以發生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珍德兄 謝謝創辦人 我最後突然有一個結語 我覺得我們從一開始談 這個一無所有 其實是一個空字 是 因為在空裡面 它才能夠讓我們期待有另外一種圓滿 謝謝 太厲害了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祝福祝福祝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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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